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年妇女在做各种打火 老婆婆满头白发打着赤脚 旁边的中年妇女面容憨厚 两个人都穿着农村的家常衣服 两个人都面带笑容 这组照片最早出现在南国早报和其网络版上 随后被很多网站转载 各种评论也随之而来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 老婆婆生活在农村 而且好像这个生活环境也不算太好 人们惊叹这些照片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还得劳作 还拄着拐打着赤脚 还得下地干活 另外一个引起关注的地方就是照片的标题 94岁婆婆照顾智障儿媳22年 这位94岁的老人叫杨秀兰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滨阳县大桥镇木布村的村民 她旁边那个女人 那的确是她的儿媳妇 那是56岁的莫崇爱 都说这婆媳关系自古是天下难题呀 这组照片一出来 杨秀兰马上被网友惊呼为是最美婆婆 杨秀兰跟她的儿媳妇之间有什么故事 有什么传奇 我们的记者决定去探访一下这位最美婆婆 寻找最美婆婆杨秀兰的过程并不顺利 记者先到达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滨阳县 滨阳是距离南宁市30多公里的县城 虽然地域不算偏远 但是经济并不发达 滨阳县境内的村镇很多 而且村村都有长寿老人 有的村子甚至有几十位 加上这些老人都不会说普通话 只讲当地方言 这就给我们寻找94岁的杨秀兰 又增加了难度 在镇上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牧布村 在村子最深处的一个山坳里 找到了一个破旧的院子 村干部指着院子里的一间土房告诉我们 这就是杨秀兰居住的地方 听村民说上午的这个时候杨秀兰都会去镇上的集市卖菜 于是我们按照村民的指引向集市走去 在半路上远远看到两个身影 正是照片中的老婆婆和她的儿媳 杨秀兰拄着拐杖 身后的儿媳挑着菜篮紧紧的跟着 婆媳二人用半小时才能走到镇上 但他们习以为常 卖菜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也是他们唯一的生计 青菜是自己种的 很新鲜 价格也非常便宜 阿婆 这菜卖多少钱啊 能卖的 一块钱啊 这个呢 两块 这个几块钱啊 这些都能卖掉吗 这里都买小猫 咋呀 那可以卖掉 那你全卖完了能拿多少钱回家呀 全都卖完了 一块把头 就把头把 来集市买东西的都是周围的村民 认识杨秀兰的常会去买她的菜 其他卖菜的农民也常帮她搭把手 其实在镇上像杨秀兰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出来卖的菜不算什么新鲜事儿 因为乡亲们都觉得劳动很平常啊 不管年龄大小 可是老人身边这个莫崇爱总能引起人们的好奇 因为她从来不说话 但是杨秀兰的话她好像又全能听懂 她就像个孩子左右不离围着杨秀兰 安静而顺从 杨秀兰和莫崇爱 你看更像一对母女 不是婆媳 不过说到婆媳 咱们得说说杨秀兰的儿子 莫崇爱的丈夫 因为她很少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出现 其实杨秀兰不光有这么一个儿子 那她的儿子们都去哪了 怎么不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呢 杨秀兰老人一身坎坷 说起老人的命运 你往下看 七十年前杨秀兰嫁到大乔镇的牧布村 结婚以后 她和丈夫共生育了四个孩子 两个是男孩 两个是女孩 两个人就靠种地养儿与女 不幸的是 她儿子陈国民生下来就是先天性残疾 后来村里的干部回忆 陈国民当年可能是患上勾楼病一类的疾病 影响了骨骼的生长 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 陈国民的腰和背一直不能直起来 但是几十年前农村医疗条件涌现 杨秀兰没能给她治病 当时生活虽然困难 但是杨秀兰和丈夫一起相互分担 日子还算过得下去 可以说呢 这二十多年来 她很坚固 也很牵强 这位老人 有不平凡的 经历和生活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 刚刚生下第四个孩子 杨秀兰的丈夫就生病去世了 丈夫的突然离世 给她丢下了四个年纪上幼的孩子 这对杨秀兰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更沉重的是 如何将这四个孩子抚养成人 旁边的人进台来跟她说 叫她改嫁 阿婆自己认为说 无论是嫁到哪里 都是吃饭干活 所以懒得去了 在家里面把孩子照顾好 让他们长大 1983年 杨秀兰给陈国明 选定了一门亲事 杨秀兰看中的女子 叫莫崇爱 家并不在滨阳县 而是更加偏远的农村 因为以陈国明的状况 在本县找一个条件相当的对象 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个媳妇啊 媳妇来自业务 历史的 因为她儿子呢 她们的家庭 从以后 儿子呢 两个儿子结婚 都比较困难 在我们农村 各种呢 都有一种现象 宠的很难娶老婆 其实陈国明当年并不同意这门婚事 因为莫崇爱从小患有智力障碍 他不能和陈国明很好的交流 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当时去进门的时候 她就已经因为患脑膜炎 所以导致这个智力残疾 当年是花了 就是定情就花了六百块钱 慢慢的 杨秀兰发现还不止这些 莫崇爱嫁过来以后 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 她时时刻刻 都独自坐在屋里发呆 不会做家务 连吃饭穿衣服梳头等 也需要别人提醒或帮助才能完成 觉得呢 生活的压力 跟你家庭的贫穷 也造成了它的市场 一年一年的严重 现在达到现在的这个程度 莫崇爱先后生产过六次 还曾生育过一对双胞胎 因为农村医疗条件艰苦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成活下来 每一次生产过程 对于智障的莫崇爱来说 都像是走了一次鬼门关 而婆婆杨秀兰 是唯一陪在她身边的人 她看在门里用黑 这么红 她一吐了 就听到孩子的 小一鹅的哭声 然后她马上就过来 就自己摔破了一个碗 拿那个碗 那个铲片来 把肚脐带割了 然后呢 再拿一个破布 包上那个脐带口 然后再把脐带系好 有了孩子 可莫崇爱自己却没能力抚养 照顾孙子和照顾莫崇爱 都成了杨秀兰的事情 在农村 儿媳妇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家里娶了儿媳妇 那这个婆婆就可以享清福了 但是杨秀兰呢 没享过福 她的生活永远就离不了辛苦的劳作 媳妇是娶进门了 但变成她一个孩子了 一个好像永远也长不大 离不开人的孩子 当然在别人眼里 这个莫崇爱显然是个累赘 而且她的儿子陈国明 对莫崇爱也不喜欢 陈国明啊 曾经跟杨秀兰提起过 说想离婚 但杨秀兰坚决不同意 所以陈国明就跑到南宁打工去了 很少回来 杨秀兰觉得 把莫崇爱取进门 那她就是我们家的人 她照顾莫崇爱 从来就没有怨言 她也从来不要求 陈国明对莫崇爱得有多好 她只是默默地把莫崇爱 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杨秀兰和莫崇爱的一天 是从清晨的菜地开始的 种菜是杨秀兰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坚持种菜几十年了 这些菜不仅供家里人吃 杨秀兰还用卖菜的钱 买油买盐 换取生活用品 在杨秀兰的帮助下 莫崇爱渐渐会做农活了 她可以帮助杨秀兰 干些简单的家务 而她也只能听懂婆婆杨秀兰的话 杨秀兰的两个女儿早已出嫁 两个儿子都在城市打工 三十年来就剩婆媳两人相依为名 有一次呢 这个阿婆去一个经济家 吃了几酒 一天晚上才回来 她的媳妇一天都没有吃饭 一天都没有吃饭 所以那阿婆呢 见到了都非常的心痛 看到莫崇爱吃不上饭 杨秀兰真是心疼 莫崇爱要是离开身边一会儿 杨秀兰也真是着急 几年之前 大儿子陈国进呢 把杨秀兰接到了滨阳县一块生活 杨秀兰当时唯一的条件 就是我得带着莫崇爱 这大儿子拗不过母亲就同意了 可是大儿子家里边那条件也不算好 就两间房 大儿子跟儿媳妇住一间 杨秀兰跟这个莫崇爱 住另外一间 但是一到周末了 那孙子回来了 家里就没地方住了 杨秀兰心里边当然也过意不去 也明白这不算是长久之计 所以住了半年 就带着莫崇爱回到了老家 杨秀兰知道 这才是她和莫崇爱 最好的生活环境 虽然生活艰苦 但是杨秀兰从来不抱怨 她总是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 长年下来 人们总能在这两个人脸上看到笑容 杨秀兰现在住的地方原来有六七户人家 后来都迁出来了 杨秀兰和莫崇爱因为没有钱 只能还住在村里最偏僻的地方 2013年 镇政府让村里修一条大路通到她家门口 并且把杨秀兰家快坍塌的两间老房子 列入微房改造的名单 大路修通后 大路修通后 镇政府帮助杨秀兰盖了一栋新的瓦房 台坊即将结束的时候 杨秀兰告诉我们 这辈子从来没有人给她照过相 所以我们拍摄的这几天 是她晚年最开心的日子 她的快乐也深深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观察杨秀兰的时间长了 你就能发现杨秀兰和莫崇爱就像一个整体 缺了哪一半都不舒服 少了杨秀兰你看莫崇爱 你觉得她很无助 少了莫崇爱你再看杨秀兰 你会觉得她很孤单 我们讲了几千年的孝道了 弘扬着尊老爱老 我们也一直在研究怎么能维持 好像是人间最难的亲情关系 就是婆媳关系 杨秀兰和莫崇爱的故事 其实已经超越了这两个层面 它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没有血缘关系的爱 和一种在艰难的环境当中相依相守 不离不弃的坚持 谁说不离不弃只能用在爱人的身上 在杨秀兰和莫崇爱的生活里 不离不弃有了更好的诠释和表达 我们唯一担心的是 杨秀兰九十四岁了 以后莫崇爱怎么办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